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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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荷兰越语频道 现在是个4月28日晚的新闻 首先是国际消息 美国又有亚裔被枪击死亡 美国洛杉茜27日发生枪击案 嫌疑犯开车在街头开枪 造成两死一伤 洛杉茜警方说 嫌疑犯在星期二早上 驾驶着一辆吉普车 在洛杉茜街头多个地点开枪 警方发现嫌疑人的车辆之后 开始追捕 并且刺穿了嫌疑人车辆的轮胎 最终在一座立交桥上 将它截停 警方用抗音器敦促嫌疑反抗行 但遭到了拒绝 嫌疑人向警方开枪 一名特警队最后将它击毙 警方表示 嫌疑人年纪大约50岁左右 枪击事件中有两名受害者是亚裔 警方在调查枪击事件 是否执行亚裔的仇恨犯罪 此外 美国纽纽约61岁的中国移民马瑶判 马瑶判上星期遭到了襲击 警察在4月27日 拘捕了49岁的非洲裔疑犯巴威尔 并控告他一项企图谋杀罪 以及两项仇恨犯罪的襲击罪 马瑶判23日晚 在街头搜集旅冠期间 被人从后面襲击 从闭路电视看到 施杂者用脚踢马瑶判 并且用力踩他的头部 马瑶判被送院治疗 截至27日仍然昏迷不醒 受害者的妻子 接受纽约每日新闻访问透露 他们是2019年 从中国广东移民美国定居在纽约的 有两个成年的子女 印度新冠病毒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不断创新高 救护车和运势车不足 最近一名50岁的妇女染疫死亡 亲人因为找不到车辆 将她的围体送去火葬场 儿子和女婿被逼夹着尸体 用摩托车将她送往火葬场焚化 根据今日印度的报导 这件事件发生在印度东南部 安德纳邦的一个远程 另外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 28日发生了六级地震 当地居民说部分建筑物受到了破坏 这次地震的震中 位于阿萨姆邦最大的城市 古亚哈提以北140公里的地方 日叠居民说部分房屋的墙壁和地板出现裂缝 很多人跑到屋外去避险 一名目击者称 印度东北部多的地区甚至连邻国不丹都有强烈的震感 美国宣布解除持有留学签证的中国留学生赴美的限制 人在中国的学生无需离境14日再进入美国 可以直飞美国学习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美国放宽中国和其他国际学生 这个秋天赴美的防疫限制是积极的一步 中方希望美国为赴美的中国国民作出适当的安排 在美国现在已经不用戴口罩了 看看马云的消息 当局查蚂蚁 马云被禁止离开中国 中国正在调查蚂蚁集团去年的上市 为什么会获得这么快的批准 在这项调查结束 蚂蚁完成业务整顿之前 创始人马云不允许离开中国 据华尔街日报报导 中国正在调查 马云为什么能为蚂蚁集团的首次公开务股 争取到快速的批准 调查的重点放在上市交易的监管机构 拥护这项交易的官员 以及将从中受益的大型国有企业 马云曾经计划 被蚂蚁在科创板和港交所同步上市 科创板创建于中美贸易战最激励的时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在2018年底宣布推出科创板 据报导 习近平只是和极少数人讨论过科创板的计划 其中一个就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作为浙江省的前省长 李强一直支持马云和他的企业 马云的大本营也位于杭州 上海政府和马云以及阿里集团 曾经在2015年、2018年和2020年 三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李强和马云在2018年签署协议的时候 承诺全力支持阿里在上海的布局 因此李强可能就是调查的对象之一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星期三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以视频的形式 共同主持了第六轮中德政府初商 李克强表示 希望中德双方着眼未来50年的合作 坚持真诚相待合作共赢 排除不必要的干扰 确保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地发展 德国官方并没有对这次商业政府磋商发布消息 在中国的新闻稿中 李克强强调 中德是一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这是客观事实 只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增讯适宜缩小分歧聚焦合作 就可以为对话合作 进一步顺利开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外甸称 李克强所说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就是涉疆涉台涉港这些问题 这些被认为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匈牙利政府和上海复旦大学签订协议 将在布达佩斯成立海融纳6000名学生的分校 这为复旦大学在欧盟纳烛开辟了道路 路透社说此举是匈牙利对东方开放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其中包括和中国建立密切的关系 中国正在建设一条连接布达佩斯和布尔格莱德的主要铁路 这是中国自在为中资企业打开外国新市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 美国波士顿的华裔商人逆阴巡述人 涉嫌违反了美国出口法例 将美国反潜艇装置转售给中国的军方 他和美国司法部达成了认罪协议 预计28号判刑至少判监7年 44岁的巡述人早在2018年就被起诉 根据波士顿联邦发现提交的起诉书 巡述人涉嫌在2015年至2016年连接 向西北工业大学出口可用于监厅水底声音的装置 被控串谋违反出口法例 以及从事签证诈骗 除了这两项控罪之外 他还承认向政府人员杀谋 洗黑钱以及走私的罪名 美国检测部门允许他撤销其他控罪 并寻求在同类案件中最低的刑期 即是7年的监禁 检测部门指 巡述人向美国供应商俄称为中国私人企业 购买水底的麦克风 结果在无出口许可的情况下 送到了中国负责军事研究和海底无人机计划的机构 他负责的中国公司也被起诉公司的客户 包括解放军的海军 以及多间中国的研究所 美国前国安顾问 默克马斯特说 台湾正处于极限艰险的时刻 关键时间点将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 以及中共二十大之后 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 博明也在同场研讨会上说 台湾必须为自己的防围做更多的工作 对中国大陆可能的攻击展现出抵抗的意志 刚刚卸任的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 最近在国会听证会上也提到 中共可能在六年内对台湾发动军事行动 新上任的印太司令阿辉利洛也说 中共侵犯台湾的问题 比大多数人认为要更早 说到海峡两岸好像快要打仗一样 中国航空母艦遼宁号编队昨天穿过日本冲城本岛 和宫古岛间的海域北上东海 当日上午一架直升飞机从遼宁号升空一度接近钓鱼岛 日本自卫队战机紧级升空作出反应 不过日本方面表示 这架直升飞机并没有参入日本的领空 六艘艇也没有参入日本的领海 报道说日本防卫省将针对中国军队 这一连串活动的目的进行分析 继续保持境界和监视 美国总统拜登公布新一包官员的提名名单 其中台湾的徐若兵 被提名为国防部主管研发和工程的副部长 她是一名女性 另外曾任劳工部副部长前总统奥巴马的好友 盧佩宁 也被提名出任美国驻联合国来格与管理事务的代表 如果提名获得通过 徐若兵是继大期出任美国贸易代表之后 又一个进入拜登内阁的台湾裔人士 徐若兵的祖父是前台湾空军副总司令员徐康良 徐若兵在国防部任职期间主导包括战机F-35雷达研发 等多汉美国空军的重要专案表现结出 亦被外界称为F-35战机的雷达之母 看看赵婷和胡锡进的新闻 华人导演赵婷奪得了今年奥斯卡的最佳导演奖 中国官方全面封杀 但是中国的环球时报事后发表了英文的评论 主张赵婷可以在中美社会发挥调解的作用 和大陆媒体并没有报道不同 《环球时报》的英文版发表了题为《无依之地》 提醒那些在中美对抗中陷入困境的人 保持信仰的社论中华 赵婷获奖显示了他在美国的成功 希望他越来越成熟 社论中华在中美对抗日益加剧的时代 赵婷可以在两个社会中发挥调解的作用 避免成为摩擦点 而且赵婷没办法摆脱自己的特殊标签 应该更加积极地使用 《环球时报》这篇社论引起了中国不同立场网友的热议 有人表示赵婷获奖是这段时间以来最正面的文化输出 更有人希望无依之地能够在中国解禁上映 并指出赵婷的言论和电影成就应该分开看待 而且他说的难道有错吗? 但是也有网友认为《环球时报》的评论 将赵婷看得太高 距离发挥中美社会调解作用还差很远 也有网友直接批评《环球时报》说 当初扇风点火,封杀赵婷 现在看到他得了奖 又要他发挥调解作用 不是挂自己的一巴掌吗? 《环球时报》总检测胡锡进在赵婷获奖后 罕见地发出了一条向赵婷祝贺的博文 他说,批评赵婷不当言论和对他获奖的祝贺并不矛盾 但是这条微博很快就删除了 胡锡进在今年三月份一篇相关的文章说 《出来运,迟早要还,出来混,迟早要还》 赵婷是这样说的 现在正是他应该承受的风波和代价 肉有什么事情 他咱们吃了一群 二位 一位 更 programmed problem 你 bueno